计算,最简单的就是两个日期相减,把它变成数字就好了 可是问题比较大的是月份,相差几个月,或者是相差几年 相差几年,大概算年龄的话,常用的好像有没有到 就是说怎么样才算是多一年,你不能用那个,比如说年相减 年相减有时候它的生日还没到,还没到就不能算满一岁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会有一个落差,那用dative函数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特别注意,那可是dative里面呢,它后面需要下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部分的话总共会有这六种 Y的话是算它的年,相差几年,M的话相差几个月,D的话相差几天 不过相差几天我觉得可以不要用没关系,因为你两个日相减就可以了 另外它还有什么ym,ydmd,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管年相差几个月 不要管年相差几天,不要管年跟月相差几天 后面这三个可能比较复杂 不过这三个呢,如果你知道这三个的话,你就可以算出等一下这个范例 就是说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他是几岁 这个n的话你要算出来,几个月,又几天,要算出这么精确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透过这几个参数分别完成 不然的话以前你要怎么算呢?计算机要拿出来,然后在那边 然后再把它除以365天,然后剩下的大概除以 一月怎么办?一月很麻烦 你要算大月、小月,还有二月是28还是29天 所以算出来真的很麻烦 但是如果你会用dative来算的话,这个就简单多了 那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dative的使用方法 跟上个礼拜讲的,等于 记得,他这个插入函数里面没有dative 可能有一些专利的问题,所以他没办法把它纳进来到里面 但是他可以用打的,等于dative 所以这个要自己打 刮胡,前面的日期,就是他的那个七十日 逗点,下一个结束日期,两个日期相差几天 比什么?比几年,相差几年 OK,按打勾,26 那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因为他后面的日期已经满了 因为他8月,他10月 所以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日期改成 比如说把10月改成8月的话 按给enter 会变25 为什么?因为还没满 所以dative会先算年,再看月,再看日 如果都符合,那他就帮你多加一年 那月的话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底下我用相差填满好了 直接把这边改一下,改成m 相差几个月 那相差几个月以前怎么算? 你可能算天除以30嘛,也不对啊 我刚刚讲过,可能会有差几天 那如果你要标准,比较正确的话 你可以用dative 里面用什么?用m就可以了 那m的话呢,enter之后,他会帮你算313个月 那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边后面看日 15号 20号,如果你把这个改成也是15的话 因为他又满了一个月了 所以enter会怎么样 314 也就是说,他会看月 月看完之后,日有没有 有满,满就多一个月 没有满,那就扣一个月 所以这地方的话,它的好处是这样 而且是很精确的 会去帮你算什么 2月是28天还是29天 然后每个月31天都会帮你去做计算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不用去管 到底要怎么去算月的部分 那日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这个日,打个D就好了 OK 那其实这个日的部分 你如果不用Dative可不可以 可以啊,我刚刚讲的 就是什么 等于后面日期,减掉前面日期 再打勾 也是有没有,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算日,Dative倒是没有优势 因为本身它里面记录的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减数字 只是说回来的东西 可能它预设的格式会是日期 你要再把日期改成数字就对了 OK 那再来的话 这个可能比较稍微麻烦 什么叫YM YMB是说 我不管它是哪一年 跟哪一年 我只要比什么 后面这个日期 跟后面这个日期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8月15 跟10月12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嘛 对不对 因为它还没有满啊 如果是10月15 那就两个月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呢 我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改成YM 也就不管年喔 我只要比它们后面的月跟日相比较的话 那你就是YM OK 一个月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那个后面的15改掉 变成8月15跟10月15 那就Enter 两个月了 应该懂那个道理吧 反正你就不用管 那这个YM 什么时候用 就跟你等一下 不是先算税了 对不对 税算完之后 年的部分就不用管了 他就算他剩几个月嘛 那不就用YM 就好了 有没有 年不管 因为你几岁都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就是 它是还差几个月 所以就可以用YM来做 好 那另外的话 有个问题啦 如果说你今天呢 前面比较小 后面比较大 那可是如果颠倒一下 1月15会怎么样 欸 你想说 8月15到1月 那怎么颠倒了 其实如果说后面的日期比较小的话 他会把它当成是隔年的 也就是说呢 8月15到隔年的1月15 相差几个月 所以你这边的话是五个月 也就是8月15到隔年的11 1的话是隔年的1月 OK 所以这个道理的话 应该可以理解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YD的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 其实就跟YM是一样 只差别就是说 我去掉年的部分 那我要比的不是月 是相差几天 几天 所以你的YD 58天 8月15到10月12 相差58天 那如果你把后面的日期改比较小的话 那变成隔年的 隔年的部分相差几天 那再来的话 这个是MD MD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管 什么呢 不管年 也不管月 不管年 也不管月 那就剩下15号 15号到12号 相差几天呢 你想说后面的比较小 那其实特别重要 如果后面比较小的话 就当成是下个月的 这个月的15号到 下个月的12号 相差几天 所以这地方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给一个MD MD Enter 27天 OK 那如果当然前面的数字比较小 后面的数字 假设改成18的话 Enter 就变成3天了 OK 那透过这些东西的话 你想说 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如果知道上面这个关联性 下面的东西你就可以做得出来了 所以这个做法的话 当然 你要精确到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比如说这个人 1972年 算一下 1972 跟现在2015 对不对 2015 然后你可能月算完 日 年算完之后 算月 算日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计算机拿出来也觉得很麻烦 或者是你可能要看一下右下角这边 然后在那边算算算算 还蛮 而且不容易算对了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算正确 其实就用daddy符就可以了 这边总共会有这几个参数 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看看 做法上 那第一个你不能用那个 插入函数 你必须要自己打 所以daddy符 这个我想 因为蛮常用到 只要算日期应该都会用它 然后它的日期 它的生日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所以你这边可以打一个today 小瓜糊 然后doday 先比一个y 就知道它几岁了 按打勾 或enter 好 43岁 可是这个格式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这个 那怎么办 其实可以这样的 把那个税 后面这些Ctrl C 它是一个字串 怎么放过来呢 其实很简单 and一下 and就串接 双引号就是里面放的是文字 所以你可以双引号 贴上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把几岁串在后面 这个串后 记得用那个串接符号 因为公式 不能跟那个字串直接串接 43岁 n个月 又n天 n的话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怎么办呢 n实际上就是这个 再把这个y 改成ym 就好了 那怎么做 Ctrl C 再别注意 那个观念也是一样 先把n选起来 切开来 这个跟VBA那个很像 切开怎么切开 两个双引号 为什么两个双引号 前面这个是跟前面这个接 表示说它这个是一个部分 后面这个是跟后面接 就是有点像切蛋糕 一切两半 对不对 中间做什么 串接 and end 然后呢 再放一个什么 贴上 刚刚的东西 然后把这边改成ym 几个月 打购一下 4个月 几天 年跟月都算完了 剩下天 所以就是md 那一样 把n选起来 切开来 串起来 贴上去 这样就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习惯熟悉这些东西 以后你要怎么改 很快两下就做完了 OK 而且不会做错 md 打勾 OK 做完了 你向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这个方法用对的话 这个很快 事情 就可以完成了 但如果你 这个没有掌握到药权的话 恐怕你可能要浪费很多时间 在这个地方上面 好 另外 最后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一样把这边 改成 也许用VBA输出 这地方 前面有讲过 如果今天用VBA来做的话 那在VBA里面 似乎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函数 来解决这个办法 那我又希望说 这个每天我要做 我希望在旁边加个按钮 按下去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 这个公式 全部自动填上去的话 应该还记得怎么做吧 我们好像上礼拜有讲过 1 for i 等于15 到19 对 i是指的是这个列 i 就是15列到19列 再来的话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h 所以你再输出的话 就是打一个sales 瓜糊 i列 i列的哪一栏呢 h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 一个 这个空字算是清楚 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的公式 贴过来 但是贴过来 里面的话 有几个原则 一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请你要变成两个双引号 第二个呢 如果里面 它有那个列号 比如说15列的话 你要把它改成i 两个原则 所以这个部分 好像前面都有讲过类似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贴到 这个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哇 这边好多个双引号 只要看到双引号 通通把它改成两个 如果看到15 请你把这个15改成i 做完之后 直接执行 就可以自动帮你把公式 输出到这个范围了 只要你以后做过公式之后 你都可以自动输出 变成一个按钮 OK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先做完好了 这个也有点难度 在掌握要诀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